哇 这个肉好大哟 要死均半斤 要死均半斤 哦 真大 太大了 这个好用人 我快要吃这个 成都的马鞍东路有一条粽子干 它只有600米 但是都是活泼粽子天臀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祝大家端午节安康 大家都是手工线包的 是吧 我看一下 这边是腊肉的哟 这个按金卖的 我能不能买一个尝尝呀 我拿一个 要不拿一个大肉的吧 这么多呢 你看这个价格 肉粽子是吧 好多钱一个呀 四块钱 老实会有四块钱一个 不错不错 可能要到头了 没有路了 没有路了 你每天要包好多啊 三袋子 你一个人哦 这个豆沙是那种豆沙泥 包一个大概需要几秒钟啊 我说我 每个都可以四个 咱给你计算一下 差不多平均9秒10秒这样 一天你也要包上千个 要包两三千 两三千 有什么你们家卖的最好的粽子口味吗 蛋黄 蛋黄 一样拿一个 待会我怕吃的时候分不出来谁吃谁 好多钱 10块钱啊 三块多一个 我来负一下 这条该差不多到尾了要 那边往前 那咱们拿一个蛋黄鲜肉的 婆婆真的在包粽子 那婆婆心灵手巧 婆婆一天要包好多粽子要 拿羊肉鲜肉 哦 就是现包卸麦嘛 嗯 是是 确实 谢谢谢谢 我们再去转转 拜拜 拜拜 您就是良婆婆啊 好年轻啊 哇 这个肉好大哟 这个好用人 我可想吃这个 大家这个咸蛋黄 真的是鸭蛋黄 先包出来的那种感觉 不是买的那种 这种很好吃的应该 这个就是七龙猪加这个 我可太久没有这么想吃一个东西 哇 比我的一个半逼还要差 咱们就要这一个 给我拿一个这个 就是煮好的 好 然后七龙猪 然后加大肉 网红的七龙猪粽 今天走了真的有一两公里 还有点小类呢 这个时候来一个大粽子 绝了 哇 好爽啊 这个肉 这个蛋黄好好吃啊 好油润 一点都不干 粉了 哇 这个肉真的绝 好爽啊 比较是肉香 它盐味比较淡 我要吃一个蛋黄 这个肉筋把两颗蛋黄粘起来了 哦 太口了 这个罗勒 鲜肉罗勒 鲜肉东英宫 哦 鲜肉赵烧 哎 都是我爱的 不知道赵烧会怎么样 那我们先吃一个东英宫鲜肉的吧 有一种大迪喀风情 哦 鲜肉赵烧 这个罗勒啊 鲜肉罗勒 这是花生煲的 中心中美心出来 吃到了一口 一口肥油 罗勒啊 鲜肉罗勒 有可能罗勒的存在感也蛮低的 它有一点点罗勒的那种味道 视频感觉不出来 差什么了 不惊喜 再吃一个 鲜肉赵烧是不是 这种甜口的 会不会让我惊喜一下呢 我感觉这三个是一个味道 哈哈哈哈 因为它三个里面全部是花生米 然后加一坨鲜肉 味心不是特别突出 主要是食材的味道 再吃一个那个鲍鱼粽 我还蛮期待的 20块钱一个呢 哦 这个好烫呀 它寄的是活扣 好 好 死 我的土话都出来了 它包的是新鲜鲍鱼 说 哦 这个是鲍鱼 嗯 鲍鱼可以啊 除外有鲍鱼 它是鲜肉 板栗 香锅 它是鲍鱼吃就可以了 20块一个有点贵哈 它弹弹 吃吃的嘛 我们一路吃下全是 咸的 肉的 昆的 还没有吃白糖状况呢 伯伯伯伯伯伯 有没有白糖啊 这里我们想吃一个白糖状况 这就给你闻的 给你闻闻北糖 你就脸都赶了 哦 好 好 可以可以可以 再要个蜜枣的吧 我想吃甜甜的 嗯 好 哈哈哈哈 能不能看到 你看我旁边的爷爷 可以一直在睡觉 可以可以 哦 要的 要的 黄豆粉 黄豆粉也可以 哦 要的要的要的 成都这边还可以蘸黄豆粉 哦 黄豆面 先蘸黄豆面再蘸白糖是吧 对 嗯 要的 要的要的要的 哦 可以可以 嗯 好好好好 裹一点黄豆面 再蘸一点白糖 甜掉牙了这个 嗯 可以可以 红糖 对 这样 在成都就是红糖和黄豆面 是一个就是必备什么 瓷巴呀 吃瓷巴的 有种吃 干净瓷巴那味儿的 蜜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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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的 所以在你们那城市 一般吃甜粽子还是咸粽子 那我是 江苏苏北的 它就是甜咸豆吃 这是蜜枣的 蜜枣也是白糖的 它只在里边包了一颗蜜枣 哇 蜜枣 我们正面好多婆婆 还有漂亮的小姐姐 嗯 胃口还可以哈 能吃是福 确实啊 请孩子选害羞的 你记得是白糖的 我吃不了了 豆子在家手 好了 我们今天豆子在吃到这边 祝大家端午节安康 今天要出来吗 呃 不 不是 过几天啊 喜欢我的话 请记得给我一键三连哦 拜拜 大家端午节安康 哎呀 今天又涨了 哈哈哈哈 我们涨了这么多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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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哈哈哈哈 嗯 是是是 帮我们先 帮帮我们先转一下 嗯 嗯 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